哥哥拿起自动铅笔 将笔尖对准弟弟的眼睛 一点一点地摁着 他的表情十分猙獰 眼看笔心要眨到眼睛 下一秒 笔心却掉了出来 见弟弟已经熟睡 他便悄悄离开了 这时 弟弟猛地睁开眼睛 也跟了上去 他躲在石板后面观察 突然 等再回过头 他发现因车祸瘸了左腿的哥哥 竟可以正常走路 弟弟惊呆了 还没来得及多想 就跟着哥哥来到一个胡同里 他定睛一看 这不是前两天来家里的警察吗 由于不慎将哥哥跟丢 想反身回去 却直接撞上两人 他凭借矫健的身姿 才将他们甩开 还没等他喘口气 身后人趁他不备把他迷晕了 隔天他在书桌上醒来 转身却看到哥哥躺在床上 他质问哥哥昨晚去哪了 可哥哥却说他昨晚是在做梦 弟弟根本不相信 情绪激动下 两人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你这样不说 弟弟才想起来昨天的药掉在地上 原来弟弟患有精神疾病 这是他落榜两年落下的毛病 他每天都要吃药稳定情绪 反观哥哥 学习工作样样拔尖 但前几年因为一场车祸 左腿落下终身残疾 他们在一个月前搬到这个新家 可自那以后 弟弟总是听到楼上传来奇怪的声音 爸爸却说是雷声 还嘱咐兄弟俩 其中一个房间不要紧 因为房东有些东西放在那边 这晚弟弟又听到那个房间传来声响 他耐不住好奇 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就当要打开时 被哥哥一把拦下 催促着回去睡觉 可谁也没发现 门缝闪过一道黑影 两人见睡不着 便去到山顶吹吹风 哥哥接到爸爸的电话 让帮忙回去找资料 于是哥哥先行一步 没想到一辆面包车突然出现 哥哥抵挡一番还是被硬拽上车 弟弟回来正好看见 急忙追赶但没追上 他只好记下车牌号 回家立马让爸妈报警 隔天警察上门 弟弟报上车牌号 可奇怪的是 警察却说这个号码不存在 弟弟很激动 大家都以为是弟弟看错了 因为他患有精神疾病 没办法 唯一的线索在这里断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案子毫无进展 警察渐渐失去了斗志 只有家人们觉得越来越不安 弟弟每晚都做噩梦 睡晚 他又听到那扇门后传来声响 片刻之后 门锁竟然自动拧开 弟弟吓得躲进被子 等声音停下后 还好 只是个梦 然而神奇的是 哥哥竟在第十九天回来了 可他丧失了这段时间的记忆 医生说是自己将痛苦的记忆删除了 只有等待才能自行恢复 自那天之后 弟弟发现哥哥总是深夜出去 可早上又睡在旁边 当弟弟问起来 哥哥却说自己记错了 就在下一秒 弟弟再次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弟弟只好当自己是看错了 深夜 哥哥竟然要杀了他 但第二天哥哥却说 可接下来 他却在桌子上发现了那截断掉的笔心 回想跟哥哥的对话 而自己也没跟哥哥说过自己做过敌事 哥哥是怎么知道的呢 难道昨晚清晰的记忆 是真的吗 弟弟发现哥哥受伤的脚从左边变到右边 出门后竟然直接好吗 还听到哥哥每天深夜都会出门 隔天却失口否认 弟弟将哥哥的奇怪之处告诉妈妈 可当晚就听到妈妈在给某人打电话 他觉得不对劲 躲在门后偷听 没想到差点被妈妈发现 在卫生间门后躲过一劫 听到妈妈要去房间确认 他管不了那么多 冒着大雨 想从窗外爬进卧室 不料窗户却怎么都打不开 就在妈妈进门的前一刻 他从另一边窗户爬到床上 可满头的雨水出卖了他 妈妈发现了端倪 在门口等他起来 弟弟就此暴露 妈妈赶忙给爸爸打电话 可没想到弟弟鞋都来不及穿 直接从窗户逃走 结果迎面撞上了回家的爸妈 弟弟想起妈妈哥哥的一样 推开爸爸转头就跑 还好不远处就是警察局 弟弟暂时摆脱危险 他上来就说家人将自己囚禁了一个月 这可给警察听懵了 按照流程 警察要查验弟弟的身份 这两句话直接给弟弟整懵了 警察听到这话也没憋住小 旁边人也录起视频 根据警察的提示 这才看到日历是2017年 而自家的日历是1997年 走到镜子前 弟弟看着镜子中的脸崩溃 他只能先回家中 因为他知道 那所谓的家人一定能给他答案 可刚一进门 就传来一阵奇怪的音乐 他循着声音走上楼 推开那扇被明令禁止的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凶杀现场 他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家人们都进来了 原来20年前 就在这间屋子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一对母女被杀害 可警方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只能不了了之 随着公诉时效到期 世人完全忘记了这起案件 可受害者永远不会忘记 于是他们砸钱固人 重新搜查了案件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他们终于找到了凶手 用塑料袋套头 把头按在水池 用斧头吓 凶手都被吓尿了 可不管他们怎么逼问 依然坚持说自己不记得 为了找出背后的真相 受害家属找到催眠专家 他说凶手可能在那段时间 经历了糟糕的事情 自己便抹去了那段记忆 于是他们打算利用催眠的方式 让凶手回到那段记忆之前 专家随着凶手的记忆 打造了一个靠屁的场景 就这样 他们装扮起凶手的家人 凶手也就成了现在的弟弟 不仅如此 他们准备的药也不是治疗精神疾病的 而是帮助催眠的 一切都按照正常的轨道发展 他们搬进了案发现场的房子 男人在家里布置20年前的案发现场 倒地的假人 带血的钢琴 熟悉的音乐 为的就是让凶手找回遗失的作案记忆 可不止时发出的声响差点前功尽弃 就当一切准备妥当时 哥哥却被警察带走 因为警察发现他们非法囚禁凶手 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出来 他们继续按照计划进行 可看了天气预报 就是不下雨 时间一长 他们的马脚慢慢暴露出来 这便是事情的一整个脉络 可凶手听后依旧觉得他们找错人了 坚信自己没杀人 于是他趁大家不注意 直接跳车逃跑 凶手在车流中不断穿梭 男人也驱车在后面追 为了躲避车辆 男人直接撞上电线杆 为了逃跑 凶手也没管男人 一个没注意 也被一辆车撞到 凶手经此一撞 想起了二十年前的事情 当年 他们一家四口在回家途中经历一场车祸 爸妈当场身亡 哥哥昏迷不醒 那时正经历金融危机 哥哥昂贵的治疗费用让他犯了难 尝试多种方法 他都凑不到费用 就在此时 网页突然弹出一则消息 就这样 在现实逼迫下 他同意了交易 当晚 他来到指定地点 看到熟睡的女人 被最后一丝善良唤醒 本想直接走掉 可没想到这时女人出来了 他安慰好女人想直接走 却被企业的女儿撞见 看见他手里的刀 女儿吓得直接往楼上跑 凶手怕把别人吸引够来 想上楼阻止女孩 没成想立起一步猛 直接给女孩送走 凶手猛了 看着倒地的女孩不知所措 这时女人也上来了 看到这一幕也大叫起来 来不及多想 凶手也给女人送上热乎的盒饭 就这样 看着地上的两具尸体 凶手精神极度崩溃 他下楼准备逃离阵 却被刚睡醒的小儿子叫住 凶手已经缓过神 他不想再杀人了 于是他哄骗小儿子 回房间从一数到一百数十次 妈妈就会回来 凶手正准备离开 无意间撇到客厅的全家府 上面的男人让凶手震惊了 原来雇主就是哥哥的主治医生 他为了骗取保险金 于是雇凶手将老婆杀害 这时医生接到小儿子的电话 得知女儿也被杀害 他挂了电话准备回家 却看到凶手站在身后 医生气急败坏 也想杀了凶手底力 没想到天台的栏杆不稳固 医生不慎翻出去 就这样 医生吃上了自己准备的盒饭 回忆结束 凶手也醒了 他让男人帮自己给家属道歉 本打算给凶手注射毒药的男人 此事停了下来 他质问凶手是否受人指使 原来他就是当年幸存的小儿子 他得知在那之前 爸爸给妈妈买了保险 不久后妈妈就出事了 他一直对这件事心存怀疑 他现在急需得到真相 凶手为了给他留有谨慎的亲情 他独自看了下来 可男人也不是傻子 他通过凶手的言语表情 猜到了事实真相 万念俱灰的男人 静止走上了天台 结果了自己执着的一生 而回忆起所有痛苦事情凶手 也注射了地上的毒药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医生为了更好的生活 故人杀害妻子骗取保证金 凶手为了救哥哥 最终出卖灵魂杀害母女二人 男人为了找寻所谓的真相 不惜触犯法律囚禁凶手 我们没法定义真正的善与恶 因为善与恶不是标签 它存在于人的一念之间 善良的人也会造恶 邪恶的人也会作善 对不起是世上最残忍的话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而结果会怎么样 都在于那个人那一念怎么去做